這位總領天使會握著這兩樣東西 還有他的腳踩著什麼 踩著魔鬼 有火的這個魔鬼 原來這位斯尼亞義總領天使 其實左手握著這個天情是有意思的 就是可以策略你們的靈魂 究竟潔不潔淨 可不可以跟天主一起上去 去影響你們的福樂呢 他就可以擲取你們了 而這個劍要我們做什麼呢 它是一個兵器來的 身兵還有規格的 還有它搭輪這個魔鬼 對抗所有的魔鬼 其實這個聖尼亞義在麥少路裏面出現過很多次 這個天使 還有它也有一個名稱 叫做誰能相似天主 這個聖尼亞義這個名稱就是誰能相似天主 他是總領天使之一 還有這位聖尼亞義是什麼人的主寶呢 譬如是水手 散兵 警察 病人 都是這位聖尼亞義的 都會求他去保佑的 還有天使也都是天主的侍從和侍者 還有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裡有三屋徒 剛才電的電話 第一時間到來都會被三屋徒的吸引 其實不僅僅是這間聖堂的 如果我們去老齡作堂 去主教山的聖堂 都會有很多彩話的 因為其實這裏也都 因為以前的人都會有學識 可能藉著這些彩話 彩的玻璃 去表達到這間聖堂 究竟是想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首先看右邊 右邊裏面 我站在這裡 大家看不見到 有病人 他拿著 然後神戶拿著神字架 也有一個婦人 我想她是正在唐哭 知不知道這圖有什麼意思呢 就說神戶和這個人在做臨中盛事 然後你看到上面有一位天使 他也手握著這個天情 也是正在請這位男中的病人 他的罪 還有他有沒有罪 或者是否真的可以一起上天堂呢 還是要去獵獄 還是去地獄 還是要去獵獄 還是去地獄 還有你看到最頂頂那裡 這個就是十戒 一本書 就是說我們生平裏面 我們有沒有去違反十戒呢 要違反十戒之後 我們有沒有去告解 如果我們不結席我們自己的靈魂 我們肯定就不會能夠升天堂 所以這張圖也有一個代表 是我們的私審判 是我們的私審判 是我們和天主 如何去走這條路 我們自己的生平 好了 那中間屋頭呢 可能因為這個症狀有點擎著 在最底下最底下 我們看到有很多人在那裡 然後再上一些 就有四個天使吹起喇叭 然後再上一些 就有耶穌拿著上指甲 然後在兩邊 有一本就是 在左邊有道書 右邊有道書 一個就是生命賊 一個就是死亡賊 而這個代表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公審判 到世界每日的時候 耶穌就會來到我們當中 每一個人都要受會的審判 所以大家是潔淨我們的靈魂 我們可以很開心 我們一齊就會 天使吹起喇叭 跟我們一齊就 跟天主一齊 所以其實在學生內 也都有 每次都提及到 我們這個生命賊 也都已經寫在這裡 我們生死的時間 全部都在耶穌的獎項之中 而在最左邊 這架頭 為何這裡又有個聖母出現 還有最下一個 你見不見有些什麼在這裡 是那些火 是嗎 還有看到一些人 在電腦裡面的靈魂 然後就有一個靈魂 被聖母領到上天上 其實這一個 也都是 代表我們在電腦的時候 我們都 祈求聖母的護由 去幫我們祈禱 所以特別是 有一個聖母聖衣 大家看看最上面 這個聖母聖衣的標記 有兩邊細細的 如果你們等一下 可以走過去看看 其實聖母聖衣的意思 我們公敬它 就是唯一一個特殊的主步 特別是 會有我們能夠死後 得到聖母的座右 就是上足能夠升天堂 所以我都看到一些教友 他們身上都佩戴了聖母聖衣 就是祈求這個護由 也都是代其他念慾的靈魂 去代土 特別是我們現在練靈略 所以我們都很有意思 我們來這間聖堂之後 我們為我們以往的 會友祈禱 為所有這裡的 就是在練慾的靈魂 都得到天主給我們一個救恩 所以聖母是一個很大的 幫助我們 要有我們的 去帶領我們 早一點 能夠跟天主一起回到天鄉 所以 整個的行為是這筆東西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 在天主教來說 人死總後這個世界 我們有天堂 有地獄 有獵獄 這三個層面 人死了之後 我們會受審判的結果 如果決定之後 我們會在死後 那裡 大家心中都有信 如果是在天堂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天主一起 就會向福樂 如果地獄 就永遠受到懲罰的地方 如果上面完全靜化的靈魂 我們就會去到這個念慾 那裡我們會做寶淑 就是我們自己在聖日 會跟人做寶淑 或者是 正念了之後 我們會一起升天 還有一個幫助就是 大家有聽過 聖雙通工 所以有時候 我們都靠一些 的普通 或者一些善功 去幫助我們 一些聯絡的 一些靈魂 做日 去升天堂 通過這些 祈求和行善 我們會以為王者的靈魂 做寶淑 做一些 就回到天府這裏 在這裏 這裏很簡單 和這裏 我們看到有些 側祭桌 通常在舊的時代裏 都會有一些側祭桌 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神父 通常都會 每個神父都要開黎薩 有些就會是正祭桌 每天都要在祭桌 背著就開黎薩 現在當然不會 背著教友 這裏有十字架 這裏也有聖詩 另外這裏也是聖母進教之友 這裏是一個很簡單的聖堂 再進去和大家講一下 就是一些 一些 的 的 一些的歷史